今天是实习的第一天 我回家了 第一天的感悟良多 我发现上班是一件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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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的事情 今天见到了神仙一样的实习生 神仙一样的战友 也是神仙一样的对手 我觉得自己心理压力 其实是有一点大 感觉戴教律师们都很幽默也很和蔼 但是还是有一点小严厉在 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写法律备忘录 法律意见书 我觉得我做的还是不够好 希望明天律师们不要批评我 怎么说也是进入职场的第一天 一定要笑着度过今天 还是要感叹一下大家真的都好厉害 各种名校 各种奖学金 各种模拟法庭 相比之下我觉得 我可能缺少很多的经验 我还没有辩论队和 模拟法庭的经验 对自己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怀疑 想那么多了 晚安 今天是实习的第三天 今天发生了一些让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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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事情 我被女神选中了 成为梁绿组第二位实习生 然后也特别开心能和金叶哥老同学组队 明天将会一起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一次去谈判 而且是和外面所的专职律师 还有一点小期待 今晚打算把史律师的课件再复习一遍 今天上午我是经历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打边论三 我对自己的评价吧 我觉得我有点紧张了 所以说话语速有点快 其实我觉得那种委婉到来的那种方式是更具有说服力的 以后可以放慢自己的语速 使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十分的肯定 今天下班很早 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晚安 哈喽我刚回到家 刚刚和大家一起去吃了火锅 刚刚聚餐回来 今天男者下班很早 这几天其实下班都还算早 有点不太适应的节奏 然后上午发生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第一次谈判 谈成功了也达成了协议 我觉得和经验配合的还算不错 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女神的表扬 心里感到特别开心 明天听说会有新的一个课题 估计明天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其实经过这几天大概快到一周的实习时间吧 我觉得我其实已经 我觉得我其实已经 看到了大力门去厌试新的实习生 说这句话我感觉很害怕 但是我又想就 这应该就是竞争吧 就是到哪里都很残酷 优胜劣汰 昨天调查取证 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 都很不容易吧 时间真的和理论太不一样了 我没有想到时间会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 我忙了一天却感觉自己什么都 什么证据都收集不到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自我怀疑过 昨天回家的路上就下雨了 然后我就在想我荣誉胜任这个工作 经验是特别好的搭档 我和他合作也很顺利 但是我觉得我以后可以适当 不要那么依赖自己的搭档 有的时候要学会分摊压力 要学会一起完成工作 之前被选入梁绿的组 我特别喜欢梁绿 我今天是想要 他为我骄傲的 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压力 真的是特别的大 我不想我或者任何一个人被挑战 今天是我们内部汇报 成过公布的一天 我没有想到我们会走两个伙伴 回哥和曲总 上午在办公室还是 就是在大时代 实际上忍不住就哭了出来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努力 这十天和曲总还有回哥 大家都是并肩战斗的好友 一起经过了一段 人生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 真的很不舍 明天就是团建了 其实有的时候看我们之前做的那些计划和分工 都是大家都还在一起的时候做的 明天的团建是在草地上 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游戏 我们还会有好几个帐篷 就睡在露营的帐篷里 应该可以看着夜空和星星 如果天气好不好 还是蛮期待团建的 晚安 因为其他人都非常感变 我们的地团建 完全 观看 观看